今年台股最夯的族群 非电脑跟周边类股莫属 今年到6月中旬 加权指数大涨了差不多有两成 但是各分类指数表现是大不同 其中半导体指数在全王台积电的带领之下 涨幅突破三成 表现量也是完胜大盘 但是最彪悍的类股却是过去相对忍门的 电脑跟周边产业 这个是让众人摔破眼镜 这个分类指数今年的涨幅高达60% 加权指数离历史最高点还差了千点以上 但是电脑跟周边类股指数早就创下历史先高了 AI旋风掀起这个超级大浪 电子五哥变成了AI五哥 就连台股电子股的天智第一号挂牌公司光宝科 今年股价都涨了六成 不得不说时事造英雄 但是台湾科技产业的英雄们 也确实是跟对了时事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AI科技发展出的AIGC 也就是人工智慧内容生成运用 今年如同科技原报般 AI在全世界各地是快速发展 各种AIGC的运用不断的推出 令人是目不暇起 讲了许多年的AI终于在今年爆发 这好像是DOTCOM 虽然在1985年就被创造出来了 但是过了10年直到1997年到2000年期间 才引爆了这个DOTCOM bubble 虽然许多DOTCOM公司是泡沫化了 但是DOTCOM的技术改变了这个世界 跟人类的生活直到现在 AI今年引起的话题跟效应 是绝对不输当年的DOTCOM 最直接的关联就是AI概念股的大涨 从美股到台股 只要是跟AI沾上边的是无不大涨特涨 美股第一AI股回答 今年前半年就涨了180% 但灰达还不是涨最多的AI股 企业人工智慧软体应用公司C3AI 前半年涨了300% 台股里面无论是软体股或是硬体股 只要是搭上AI列车的 股价也都涨势惊人了 其中最热门的族群 就是电脑跟抽边产业 讲实在的 这个族群的个股 不少是台股老牌电子股 过去股价是不高不低 成交量平稳 买这些股票叫做四平八稳 但是总是缺了像买IC设计股 期待的激情 长期以来说到这个族群的股票 都会给人一种这个岁月的怀旧感 例如说电子五格的广达 人宝 伪创 合缩 音业达 以及股票代号2301的台股天志 第一号的电子股光宝科 如果今年不是AI体材大红大指 我相信这些个股 绝对不会像现在是人人追捧了 这六档股票今年前半年涨幅低的是伪创 其次是广达涨了超过一倍 音业达涨了七成多 光宝科六成 人宝也将近三成 合缩也差不多有两成 六档股票平均涨幅接近八成 这次远远胜过大盘同期 这就不比不知道 一比才知道 今年买中AI股的报酬率是有多惊人 如果也用旧瓶装新酒来形容 这六家公司应该不为过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因业达的创办人 业国一 跟一年早市的温世仁 他们三人是最早开启 台湾消费电子产业的推手 林百里跟温世仁 在就读台大电机系研究所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自行组装出了 台湾第一台个人电脑 当时还获得行政院长蒋经国 颁发了第一届的青年奖章 这个新闻报导之下 林百里跟温世仁是大大出了名了 这个消息被台湾当时 数一数二的有钱企业 三德集团创办人高和顺的妈妈看到了 所以决定要投资电子业 以高和顺几个儿子的名义 就创办了三爱电子 那就力邀了林百里跟温世仁 来担任三爱电子的总工程师跟厂长 同时也找来了 跟高家也有渊源的叶国一 担任财务经理 从电子计算机做起 就是那种按键的电子计算机 发展出了台湾消费电子产业 如今在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地位 三爱电子成立不久之后 林百里温世仁 他们跟高和顺的儿子理念不同就离开了 这时候千里马的伯乐出现了 许盛雄的父亲许曹英 在儿子的引荐之下 跟林百里等人长谈之后 决定拿出6000万 成立金宝电子 后来金宝电子又转投资 成立了人宝电子 所以大家就统称金人宝集团 就是这样的由来 那金宝开创数年之后 温世仁去了业国一开创的英业达 之后林百里也离开了金宝 创立了广达 台湾消费电子产业 快速在1970年跟1980年是开支善业 同一期间 1970年代由宋公元创立的 光宝电子也成立了 之后在1983年 光宝就算先在台湾证券交易所 成为第一家上市的电子公司 那回顾四五十年前这一段历史 可能很多买这些股票的新手们 你们都不知道 那这些开创台湾电子业的 先驱们创造的历史 他们创立的产业 如今再次发光发亮 就成如林百里 今年在广达股东会上面说的 六年前 他就在很多公开场合 讲说要发展AI 如今证明是对的 林百里虽然谦虚的说 这是运气好 但是我个人真的认为说 这个创业需要运气 勇气跟能力 而永续经营企业 不断发光发亮 更需要的是见识跟智慧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就不会错过芯片了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 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周一到周五 Like Today的理财影音分类 准时上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